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这个书里面说 在一个寺院里面 有一个女孩子在磕头 磕头的时候 不小心她挂在脖子上 耶稣的十字架露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开始讥笑她 说你到底是佛教徒还是基督教徒 你身体在寺院里面磕头 然后身上挂着耶稣的标志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个女孩子怎么回答呢 她说不管是耶稣也好 佛也好 都是圣志 我只要对所有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对境 我都有信心 然后在我的读书里面 我回歷了一遍 一遍了一遍 这一遍狗人在拒练 在神圣中 在一遍祝福尼职 祂祂的公司 祂祂祂的公司 祂祂祂祂的公司 在外面的公司 不在地上 我们看到,在看到它们的检子 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可能是一个人的检子 他在读着,在读着 你说,你身体在的宝宝 你会一离开 但你身体在你身体的检子 所以,你身体的信心 是你身体的信心 是你身体的信心 你相信在佛陀佛或是在基睫。 这女儿她问, 那是耶稣或佛陀, 这些人是聖人, 那是一种神经理的教育, 我只能有信心, 我相信他们都在信心。 其实这女孩子说的, 这也代表一种思想。 我认为, 一种思想很敏的, 只信仰一个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开放的, 比较双重思想, 双重信仰的话, 也可以有信仰。 只要在各个宗教里面所承认的这些, 你认为它是存在的话, 这就是一种信仰。 你认为这是合理的话, 这是合理的一种信仰。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在佛教也讲, 你只要世间当中有一些真正存在的东西, 你可以信它,可以承认它。 有一个宗教, 是一种宗教, 是一种宗教。 但如果能有一个宗教, 能有两个宗教, 能有两个宗教, 是更加适合。 你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宗教, 他不在宗教中, 他不在宗教, 不在宗教中, 是一种宗教的宗教, 是一种宗教中。 在宗教中, 如果能有一个宗教中, 在宗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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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这些宗教中, 在宗教中, 你会看到的真正常在宗教中, 在宗教中, 在宗教中, 对于佛教来讲 其实容颁其他的思想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佛教承认 像《涅槃经》里面说 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 具有佛性也许你们可能 其他宗教都不一定能理解 但是作为佛的意思 不大 不大就是觉悟的意思 那么我们承认 佛教承认 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生命体 都具有他的觉悟的这种 可以将来觉悟 完全可以能通达 宇宙万物的真相的 这种觉悟我们承认 每一个众生都有 所以这种道理 我们从佛教来讲 可以开放接纳所有的宗教 因为他们都是众生 只要是众生 我们都可以接纳 我们承认 也提到的感受 不至少的 也在自然的 有哪个人 因为他认为 他认为 他在这世界的 他在 他在 在自然的 佛陀 当我们说 佛陀 是在自然 所以 他认为 在自然的 在自然的 有这种自然的佛陀 已经存在了 所有人都能够到这种程度 能够到处理 我听说这样的道理 在我们的伊斯兰教里面 有一个分子叫苏菲教 苏菲教里面也承认 我们的心将来可以觉悟 在这个之前 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听说他们的负面情绪 中共有七万层 非常非常多的 叫剥离 剥开 离开 我们佛教说八万四千烦恼 我们可能多了一万多 实际上也有很多相同的说法 他们说有七万层负面的烦恼 盖住这种决心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剥开 最后已经觉悟了 可能意思是通达了正主 或者是阿难那样 或者说是上天堂 因为他们也承认来世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佛教说八万四千个烦恼 全部遣除的时候 众生真的已经彻底觉悟了 所以有很多道理 也许可能比较相同的 这迷恼的概念 这迷恼的概念 的 Islam 是那裡的 Al-Sofia 在教育上 有70,000 项目 的感受 这些感受 的感受 有的感受 在身上的 70,000项目 在佛陀西 而且它有多 在佛陀西 这些心态 lod在生活中感应的 有84000包裹 要有三颗 记得要是夸的 利液 要不要夸夹の部分 一身就是像银鎮的一碗 再一个,对吗 当这次摄的階段 我们可以在华典 在华兰 对乎那样的消息 而在华典的茻兰 本来自于中间的宗教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 所有的社会的社会 这不是口头上 应该每个人 自己做自己 自己我刚才说勇敢的 因为以前你的思想可能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应该很勇敢的要融入社会 要借助这些地方 所以很有必要 如果你要想了解一些基督教的教义 到一些西方的 包括一些传教士 我都去很多教堂 跟他们的教主 这些进行商量 然后这样的时候 才知道西方宗教的势力 和它的一些意图和宗教的教义 这些选择要向其他计划 这些选择 选择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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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丝南教的话 那么中东地区有很多意义 一丝南教比较兴盛的地方 去真正去懂得他们的教育 和感受他们的生活 如果你想了解一些藏传佛教 印度教也有很有必要 去一些印度和藏地的 这些寺庙 或者说一些教堂里面 去了解他们的教义和生活 当我们想了解一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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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像911之后的话 对个别的一些宗教有些人是反感 我也借助一些 包括一些伊斯兰教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介绍 其实他们的教义当中 根本没有杀害别人等等这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有一些极端分子和有些恐怖分子 利用宗教 所以他们很多的宗教徒 直接讲他们的教义的时候 我们很明白其中的意义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认为可能别人的道听徒说 不一定很真实的 自己亲自到哪里去呢 原来你不理解的 也许呢 就是你会容易理解 但是我稍微回去一点点 OK 你会去一点点 我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会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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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在我的意义, 它不足够听或听听 所说的那些人和其他人 是非常重要的 做自己的搜索 给我一搜索 你回来了 有一个台湾的法师 他以前对日本的宗教的行为 不太理解 但后来他的上司 要求他亲自去看 结果他亲自去了之后 知道那里的佛教 他的众生需要他们的日本 根据他们的一些情况 的一些视线 他就彻底明白了 例如,有一个人在台湾 他不明白一些法律 那些人的法律 在日本 他在台湾的法律 他在台湾的法律 他说 有一个人在台湾的法律 他在台湾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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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特别讨厌 就是觉得一副多妻 就是这个做法 就是很多穆斯林 就是有一个丈夫 有好几个妻子的这种做法 特别讨厌 就是觉得是完全 就是违背了这种人文道德 伦理道德等等 但是他去了那个中东地区之后 因为在那里的一个是历史的原因 一个是信仰的原因 还有很多战争等等原因 就是很多妇女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等等 后来他原来的这种非常讨厌的心情 完全地改变过了 其实有一个地方 如果亲自去了的话 这个习惯 这种传统存在 它有它的价值 一样的例子 我会说 可能有一点稳定的问题 在法律 是 有一个奴随 一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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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奴随 一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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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想到 一奴随 这可以对方法尔寻 social, religie和经济, 但方法尔寻的方法尔寻的背景, 在对方法尔寻, 所以,我们的感觉是因为这种程度的一种能复制, 我们的感觉是不一种人的意味, 我们的感觉是因为这种程度的一种力量的一种, 他会被解释,因为他明白了解释的原因 在中央的邦调 所以,它是重要的 去看楼上桌 更好理解 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 在第一个视频 是不理解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做法和行为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上半生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排斥的 也许在晚年的时候 自己也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的团体当中 或者说个人的价值观 在某一个生活当中 它有一种长期的习惯 但是你自己的这种习惯 不太适应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一种能性的思想去观察 就是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 在说这种习惯的习惯 我没有提到这种习惯的习惯 我来说这种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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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这种习惯的习惯 我来说这种习惯的习惯 这种习惯的习惯的习惯的习惯 就是不太好看 但是在美国 在美国的习惯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习惯的习惯 就是特别好看 就是发展这样说的 最好的习惯的习惯 所以现在我们藏地的很多年轻人 他们就特别 喜欢染红色和黄色的发 有些比较保俗的上师也好 有些老人特别反感 但我跟他们说可能这是一个趋势 虽然需要有一种道德的约束 但是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就变得特别小 有时候我们可见心里稍微放宽一点 也许更好说 这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在我们的男人 今天我们也有些人的毛衣 在红色的毛衣 在红色的毛衣 但是一些老年以外的地域人 可能不承证这种活动 我说他们可能只是问题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视频 比较少的视频 今天是什么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各有各的信仰 各有各的爱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人类 包括对生变的动物 都有一种爱心来维护 这就是我觉得 人类共同的目标 peu importe la croyance peu importe les goûts et les dégoûts des uns et des autres tout homme a de l'amour éprouve de l'amour ou de la sympathie en fait par rapport aux animaux donc domestiques et aux animaux en fait qui vivent donc avec nous Béthoven 知道吧 Béthoven 原来 著名的思想家 Béthoven 他 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人类 没有这种 善良的心 就是 这个美德 根本 没办法 可说了 就是 如果内心 没有善良的话 那这个美德 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呢 我们 既要有一种 善良的心 更要有 富货国际 的一种 道德 和行为 donc le le grand maître musicien Béthoven a dit donc que il ne suffit pas d'avoir si on n'a pas de de bonté si on n'a pas le sens de bienveillance de bonté en fait par rapport aux autres on ne peut pas parler d'avoir une attitude vertueuse 即使我们不能感受的 sympath意 对其他人 我们不能说的 秩序 我们不能说的 moral 最后一句 孙兴 Gandhi 他说过一句 他说 让世界的所有的基督教徒 让他变成更好的基督教徒 所有的 穆斯林教徒让他变成更好的穆斯林教徒 所有的佛教徒让他变成更好的佛教徒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 也能和谐或者说跟身边的人 真正的新教性的朋友 就是和睦相处 谢谢大家 Candy de l'Inde 他说 他们在秩序 在秩序 可以变成更好的 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 也在秩序 也在秩序 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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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来的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到秩序 去到传闻 角色 我来说 我重点 谢谢 谢谢大家